娘 娘 醒了 来 永济 活按吗 乖 喝药 喝几口药啊 疼 来 再喝一口 好了 躺下吧 永济当然是朕的孩子 又是嫡子 朕怎么会不重视呢 今夜永济被挟持 朕怎么会不心疼 可当着人面 永济表现得软弱无能 叫朕的颜面何在 叫朕心中的期望 如何托付 永济不过九岁 还是懵懂质子 在皇上的心里 是孩子的平安康健要紧 还是君臣的颜面要紧 臣妾有些时候真的不明白 皇上心里到底在乎的是什么 你想知道朕在乎什么吗 朕在乎的不仅仅是一个孩子 更是皇子 更是大清的继承者 有能力者非嫡出 嫡出者能力不及 叫朕如何不担心 朕是皇帝 朕当然要以皇帝的身份 来考虑所有一切 设计江山 千秋万代 朕怎能不考虑周全 皇阿嬷 都是儿臣的错 都是儿臣不好 儿臣知错 您别和皇娘争斥 您是皇上 您是皇上 但您还是仁妇 且恶意行凶的是刺客 防守失职的侍卫 永基是最无辜的 为什么反而现在是永基 在受您的质疑和斥责 不是应该先安慰他吗 即使是皇子所受的期望不同 您也不该在他面前说这些话 那你不也是当着孩子的面 表达对朕的不满吗 你对朕为仁妇不满意 是不是对朕为仁妇也不满 你对朕为仁妇也不满意 告诉朕 在你的心里 朕是不是一个和和的人夫 又或者是 谁更合适 臣妾从头到尾心里只有皇上 皇上可以有别的阿哥和永基相比 可是臣妾却没有别的男子 可以和皇上相比 臣妾视皇上为夫君 可是皇上并未全然视臣妾为妻子 你是皇后 朕立你为皇后 是要做天下女子的表率 做所有后宫的表率 臣妾视皇后 可是在皇上心里 皇后只不过是后宫的一个官衔 跟前朝的文臣武将有什么区别 好 你明白这个道理 那朕再教你一个道理 这个道理只有两个字 那就是顺服 你 容金来 用金不怕 阿娘 阿娘在 阿娘在 你可不可以 曾宇 好了